監視計畫面中 圖書館原本架在一起的大型書櫃 先是左搖右晃 直到地震變成前後搖擺 書掉的掉 天花板札落 換個角度看 一瞬間天花板通通塌下來 念書的地方成了廢墟 我們創校30一年來 最嚴重一次地震 比92應該是還嚴重 那就是真的像炸彈一樣 民視新聞在正後 曾經獨家挺進校舍 學生宿舍內滿目瘡痢 衛浴設被毀損 禁止破掉 教室空調外露 加上理工學院議館 疑似因為電路系統故障 陷入火害 看到眼前焦黑災損的模樣 東華大學校長徐輝銘 已經好多天沒睡好 災損是評估出來是近20億 我們大概固款 我們從9號吧 大概四五天內 我們大概募款到 竟然是2000萬附近 我們希望至少多一個淋巴 1700個床位 沒有辦法在4月26號 連發包都還沒辦法發包 不要說修復了 那我們現在正在跟學生會 跟師生們做溝通 我們期望說能不能把這個時間 讓我們拉到學期末 地震後東華大學因為毀損嚴重 導致無法教學 一共6000床的床位 1700床毀損 將近三分之一 五月完成發包 預估最快今年9月修好 沒有床睡的學生 只能暫時用慈濟提供的環保和平休息 簡便的行李和最簡便的床位 校房除了盡最大力氣趕緊復原 也盼望外界伸出援手 給東華的學生們安心上學 民視新聞趙永博花靈報道